- 欢迎来到ml6.com 并且输入优惠码 NORX即可享用5%优惠喔! 哈喽你好我是诺斯 大家前几天应该都有看到最新的 临近地区的宣传片 虽然这部影片只有短短2分钟 但是却透露出了不少的讯息 这边我要为各位解析一下 我所整理的25个你应该注意到的细节 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即将开始啰 - A name you fill with power - A name that one day will be- 首先我们可以先注意到的是髮型 刚来NBA 2K19的话 将会有更多不同的髮型可以选择 而且变子头的髮型一直都是2K里面所缺少的 相信这些髮型的话 可以让MC角色在未来更有街头篮球的风格 - Right here 这边在骑士上面写着征服者球场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1617的时候 这个三大球团的感觉 又或者这是一个特殊规则的模式吗? 这可能要等游戏上射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 - The neighborhood 这边要注意到的是 左边是公路队的球馆 右边是灰狼队的看板 呃...这不知道是2K本身搞错 或者是球员转队过 要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 A new neighborhood with new energy and new energy 蓝筐跟前一个场景不同 也有可能是不同球团的蓝筐 也有可能是不同规则 例如说三对三或者是五对五 今年的MC模式有了昼夜之分 但是在时间上不知道是不是跟现实一样 - Make a name for yourself at the Jordan Rec Center - NBA 2K15 的 Jordan Rec Center 有人类似上一代Pro AM的野团 后面还会再提到 这边出现的运动叫做Slam Ball 中文翻译叫做极限篮球 是在篮框周围会布满四张弹簧床 让球员可以轻易地使出抗龙不毁 旋风式灌篮 神斗三魔武士灌篮 还有蓝蝶环游身布 等等等等 我拿错台词了 在极限篮球的比赛之中 上篮与跳投是2分 灌篮则是3分 当出现犯规的时候是没有罚球的 取而带着的是犯规者与被犯规者 一对一单挑 灌篮得2分 首处则灌篮方依旧拥有球权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搜寻一下Slam Ball 看看相关的影片喔 这一代除了加车之外 还新增了许多的交通工具 目前看到滑板车还有滑板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不同的交通工具 NBA 2K16还有17的吉祥物回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NBA 2K18取消掉 但是这一代的吉祥物服装又重新出现了 NBA 2K18 90等以上的自拍功能还留着 但是不知道这次的等级门槛会不会降低 Lemonade可能有点类似 18让你再次进入训练馆的系统 但是看影片似乎是出现在球场中间 那这个联盟水会不会是不同的功能呢? 这一代看似新增了很多国外流行的网红武 例如说Hyper或者是Orange Juice等等的舞蹈 也是我之前跳过的舞蹈 这里可以看到MC角色进入到写有My Team的球馆里面 这边我自己有两种解释 难道这一代的MC角色可以直接使用My Team模式里面的角色吗? 或是直接可以从MC模式里面直接进入到My Team模式 Doggie Ball中文名叫做富士躲避球 但是我在影片看到的规则跟实际的规则好像有落差 有信心影片的话可以去维基百科里面看看 这边可以看到整个地区的全貌 从左至右分别是耳机商店、健身房、球队训练中心、NBA商店 其他部分的话在后面会再提到 这边不断变换的球场有集中可能性 角色本身可以切换频道 选择自己想要的球场风格或特殊规则 或是官方会在一个周期更换球场规则 这个一样要等游戏出来才知道 这一代将NBAZONE里面的投篮机移到了室外 不过这个不重要 因为我也没玩过投篮机 Red Ball Blue Ball目前看到了两种模式 一种是找球 一种是在限时之内看谁投进的球最多 前面提到的Jordan Red Center 跟这边的Pro AM 两个应该是不同的地方 我有问过某个知名网红 他是跟我说 Jordan Red Center是类似 野团3对3 Pro AM是球团5对5 这个应该是因应不同喜好者的需求吧 赌场里面现在应该可以看到 有类似每日奖励的转盘 包含VC、MTP、还有球迷 其他也包含了可能是球鞋或是球衣的折价券 但是这个扣篮的图示是什么 我实在不太确定 这边是NBA 2K Mods 把Intel的Val 帮Quavo所做的面补 Quavo是Migos成员之一 也是一名美国的饶舌歌手 他本人也很喜欢这个面补 并且有转发Sandy00018 帮他做了这个影片 2K官方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所以也请本人来到总部真的去做了这个面补 继续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商店顺序 接下来是医生理法厅、Wells、空中介力文神店、Swag、还有MyTeam球馆 这次MC将会有名人堂看板 所有最强的球员都会在这个地方留下记录 2K Crew 应该是Pro AM 是同一个模式吗? 还是Pro AM的三人团? 这点的话我有点不太清楚 可能也要等游戏上色的时候才知道 最后这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边的球不是篮球 是美式足球 这又是一个新的模式吗?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现在这个地方 你有注意到什么我没看到的细节吗? 欢迎在那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别忘了下方订阅按钮 并且按下方订阅关注我最新的变动动态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